而且我就是前陣子太想要解髮 所以我要去買假髮 所以你們看到我的長頭髮全部都是假髮 我的真頭髮做到這裡 騎什麼摩托車 我忘記了 我忘了 新出的 去年六月新出的 然後那個是專門給女生在騎的 有時候 去那個皮拉提斯 因為健身對我來說強度太大了 所以 就去了皮拉提斯 不是 我絕對不起那個 那個太難騎了 我在買之前 然後 就有去騎我表姐的 超難騎 我的那台是到現在都沒有負品的 車子 超屌 因為那個就是給女生騎的 而且他的鏡子還可以這樣搬起來 變成那種化妝鏡 喔 補妝鏡啦 然後我的車子是有珠光的 其實很好找到 沒有 我才出門回來 蜂鳥 那是車的品牌嗎 我的不是這個 我這是什麼C 什麼開頭的 C開頭的 C開頭的 你們可以去查那個 你們可以去查那個啊 女生騎車的那個 你開什麼車 我都開我男朋友的V60 我都開阿球 OK 喔喔喔 對對對 對對對 喔 那就瘋鳥 太難聽了吧 因為當初選這台車的時候 根本不是我選的 現在好了嗎 哈囉 我沒有事情 自己買了嗎 你說車子嗎 我說我開我男朋友的車 那怎麼會選我買的咧 讀哪裡 我現在還在報大學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事情了 我覺得 我後車 但不是阿 而且我男朋友那時候說 去摩托車買二手就可以 我媽 我爸媽質疑要買新車 然後他們也沒有讓我出任何錢 我就是小公主 我根本在家就是小公主 而且我在家我完全沒有洗過完 就是我沒有做過任何的家事 我是新竹人 我是新竹人 從時候去大學上課 如果 今年順利考上大學的話 我年底就是大學生了 然後連我大學那個報名費 因為報名費應該已經要破兩萬了 然後也是我媽出的 就是我媽就是 有在打工嗎 沒有 沒有我自己 我自己創業 資料都很用好嗎 剩貝斯 就是剩那個 真審的資料 然後報名為你報好 錢也交了 所以 然後我明天 要去拍那個正點照 我是買一家試的 這家就是我自己做的 我報 我報北大跟世新 然後要報 然後還有什麼 還要報東吳 只是那個時間還沒有出來 東吳跟北藝大 而且資料是我男朋友要幫我用的 可是我有那個高中統整學歷 所以 我就可以跟高中生一樣 一起考大學 只是要看學校 因為有些學校要看學測成績 然後有些就不用 有些是要看你在社會上工作的那個 什麼年資之類的 啊那個我也沒有報 因為我現在 想過做美甲師會做到幾歲嗎 這只是我的副業而已 就是我想做的時候就做 我想做的時候我就不會做 要去什麼科系 我台北大學是 沒有我沒有主業 我是說如果 之後 之後會把 美甲當副業 但是主業一定不會是美甲 maybe 跑去演戲啦 因為我媽都說我限度 錄取揚明交通電機器 然後那蠻好的 因為我弟也想要考那個太清教 我弟是妥妥的自由生 而且我做美甲通常有時候還會倒貼 因為 那個什麼 因為我 我住天母嘛 我工作室也在天母 所以 李之山站的整員站就是有點遠 然後我客人有時候就會懶得走過來 然後我都會去載他們 然後載他們回家 聖母美甲師 但是 其實我跟五弟就是蠻常被說有夫妻臉的 阿就姐弟的 就長的 就差不多阿 五弟蠻帥的 可是 他 因為他是那種成績真的很好的那種 就是 他國中是那種 是自由版 然後 他高中讀新竹第一職願 所以他會覺得壓力很大 而且他最近在斷考 然後他就是內分泌會失調 他現在臉上這邊都是那種痘 痘痘的那個 就是 悶住那種痘痘的痕跡 所以很多人都說想要看他的照片 我都不會拍 是因為 我怕他沒自信 然後加上他也不太喜歡拍照 我想要等他大學比較秋一點的時候 再跟他拍照 他才不會那麼 排斥 不會去讀幼保 不會 我原本想說就是靠我之前是幼保的那個學歷 然後想說去進那個實踐的 幼保 可是我後面我覺得 我在讀四年幼保 我也不喜歡 我也不喜歡讀 那我還不如去上類似 就是 關於經營自媒體的東西 這樣 或是去演戲 maybe 或是去當那種平面模特兒 這會是我比較有興趣 因為我不想要四年又浪費 在一個我不想要讀的科系上 因為 幼保科真的要寫教案 那個教案真的是太難了 大學要考試啊 但是我沒有要讀 就是白天上課的 我要讀晚上上課的 主要是因為 因為我 我不太喜歡跟 夜間有些還是要啊 有些還是要 可是 我 我不想讀日間 是因為 我不喜歡早八 然後加上 我不太喜歡跟同齡人 一起上課 因為我覺得很煩 就是 別人小心炫毒 然後我不想要 然後我就不想要鳥他們 然後 就是不理他們 還會自己來搞我 我就會覺得很煩 謝謝禮物 自媒體 就是數位行銷啊 就是數位行銷 只是 只是我 因為我 去報台北大學 我 我只是去讀讀看而已 就去試試看 阿如果上的話 那當然更好 阿如果沒上的話 也在醫療之內 因為北大是真的還很好 謝謝禮物 什麼叫誰有要讀喔 你說讀大學嗎 我當然要讀大學 夜間不來都要看學校 只是我選的學校都 都是不用的 誰是